我是香港遊政第一個駕車派遞的旅遊猜 通常一打開門 很多時候小孩子或大人會說 麻煩你遊猜縮 他們就會呆了眼睛 遊猜可以治療 眼神很驚奇 很有趣 他們大部份見的都是男遊猜的 看到旅遊猜他們會很驚奇 然後看到你駕駛車他們會覺得 哇 駕駛車你很厲害 覺得很辛苦 日曬月輪買什麼做好大袋東西 好像很繁忙那些工作 2007年入行 那時候為什麼會做遊猜 那我自己本身做文職都會覺得有點悶 想轉變一下 還有那時候想著 如果真的辛苦的 會不會看看內部轉職 那考慮其他吧 很不習慣 因為剛剛來是做運動 一天站7個小時 那對於以前坐車之後來說 坐了8、9個小時 突然站7個小時 很辛苦 很不習慣 會不會都是不做 然後想一下 都未盡自己全力 再做一下 做多一個星期又好一點 做了一個月更加適應 之後就沒有再想不做那些 除了暴行之外 香港郵差還會駕車和踩單車送信 當中車隊只有70人 Goria做了一年郵差左右 見到郵局的車隊不夠人 就志高粉勇加入幫手 成為香港第一個駕車派遞的旅郵差 喜歡駕車 還有我覺得可以自己控制時間 其實做就不會有什麼不同的 其實我們都一樣 很多地方都要去 工廠 洗樓 閒街 我們旅遊車都一樣做到 有些地方會比較靜 真的很少人經過 他都可能會叫其他師兄幫忙忙 其實大部份都是沒有分別的 經常可以出外面 見到很多不同的人 有時候拍完他們一句辛苦了 又或者跟你說一聲早晨 其實都會有一個動力 有些會很熱情 不如喝杯水 又說喝茶 問你吃了東西沒有 有些會拿橙 拿蘋果出來 但有些很久沒見 有些會WhatsApp 打電話 有些短訊 例如天日很熱 他會發訊息 小心點 天日很熱 喝那麼多水 又會感受到人情味多點 令我繼續有動力 喜歡做郵差的工作 這份工作打算做多少 65歲 做到退休 我到此為止 如果你動作 就像我一般 也會不會 你我們 自己來